嗚 你說你正常 他說你不正常 我就問你正常嗎 我們原來很正常的事情 就覺得原來是不正常的 比如說我們過馬路 從小就跟我們講說 要左右看對不對 然後馬路如虎口 馬路如虎口 所以我們過馬路 一定要很小心 讓車子先走 現在呢 改變了 改變成怎樣 車子要讓行人 這不是應該的嗎 這才是對的 但是這麼多年來 現在才大家發現這個問題很嚴重 真是 終於發現了 現在終於發現了 從小到大 走不走是這樣子 怎麼左右啊 你連向下都要看而已 先介紹我這邊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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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文藝的台灣代表 是... 賈斯蒂 好 開朗 好 我們這邊來自瑞典的馬丁 來自南非的肯納 以及烏克蘭 莎莎 根據統計 台灣塞車最嚴重的城市是 A 台北 B 台中 選一個 我們先看看KOL怎麼說 這題絕對選台北 因為很多外縣市的人 都會來台北工作 上下班車子塞到不行 然後公車有很多 整個車子就是卡到不行 遇到上下班時段 絕對原本15分鐘的時間 就變成一個小時 所以這一題我絕對是選台北 選我就對了 選我選我 我覺得答案是台中 聽在地學生講的絕對沒有錯 台北很多那種 大眾運輸工具 可是台中其實非常不方便 所以大家上下班 上下學 全部都是騎車 開車 大家真的沒辦法想像 那個上下班時間 想坐捷運 捷運也只有一條線 所以真的 台灣我覺得塞車最嚴重的 就是台中 不可能是台中 好 這一題被選到城市 也沒什麼好開心 真的 謝謝 台北還是台中 ASB 請舉牌 馬蒂選台北啊 一定就是台北啊 人太多了嘛 而且因為不只是 因為很多的那個外線嘛 不管是什麼 基隆啊 或是什麼 那個桃園啊 新北啊那些 很多人都是來台北上班嘛 下班時間 他們都是要離開那邊 我最討厭這個上下班時間 因為你也就知道啊 就是上下班時間 你每一個路程都要加一個小時 如果是下雨天 你根本就不用 沒有人想要出門 或什麼的 上下班時間 我跟你講 基隆路 比如說我來這邊以前 基隆路很可怕 比如說平常的時間 我可能20分鐘 我就到這裡 上班時間 下班時間 要花一個小時才到那邊 你到六樁里緣緩 基隆路那邊 本來是像旁邊的一些小車道 是雙行道 只有兩道對不對 上班時間 下班時間 突然變成四道 四道 對 多開一車 也在基隆路 交通很了解 我們家的那個緩緩 那個超可怕的 因為它只是一個緩緩的樣子 你就是要左轉什麼 你倒楣的話 你可以卡在那個地方 卡個十五分鐘 是這麼樣 一直這樣圈圈圈圈圈嗎 過不去 不會動 我們很多次 比如說你要坐計程車回來 直到那個要緩緩左轉的時候 我們會跟司機說 我們這邊下車就好 走路回家比較快 剛剛那個馬丁說沒有 我朋友是從基隆過來 或是有人就住南崁 或是桃園 那就通勤的時候 他們最討厭就是大塞 而且沒有上廁所就完蛋了 因為大塞的時候 你沒辦法上廁所 沒有休息站 各位應該有印象 因為台中的路很寬 路很寬 對 超寬的 那我覺得台中載車會嗎 我覺得不可思議 我覺得台北的路特別窄 而且公車很多 計程車很多 大家都要趕快開他的車子 就是做他的事情 就是大家一直急著急著 一直都這樣很可怕 我選B 因為我覺得基本上會有這個選項 一定就是台中 因為台北有太多大眾交通工具啦 雖然台北上下班真的會塞 因為路比較小 可是如果你要講長時間 塞車比例嚴重 我覺得台中絕對比較嚴重 因為台中人 你如果說今天大眾交通工具 沒有那麼方便 你出門你不可能走路嘛 機車 腳踏車 電動機車 什麼開車 什麼都要有 公車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台中 像台北 像馬丁剛剛有說 雖然附近很多大城市 基隆 新北 桃園 可是因為他們是大城市 很多有就業機會 在自己的城市 但像台中呢 它附近都是小鄉鎮比較多 所以年輕人只能去台中 找工作機會 然後你到台中呢 沒有公共運輸 所以大家一定要有 自己的摩托車或開車 所以導致我覺得是台中 好像也合理 塞車未比台北來的 好 來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什麼 B 台中 這個不是我們自己講的 這個是 特蘭的導航公司 又是調查全球 特蘭人啊 56個國家 389個城市 在2022年的塞車狀況 那台灣有五個城市上榜 其中台灣最慢的城市是台中市 平均開車10公里要 24分40秒 第二個是台北市 10公里要21分10秒 其實差不多差不到3分鐘 3分鐘而已 那台灣交通局也表示 今年台中有多項重大交通建設 陸續動工 像什麼風潭段 國式風潭 國一 銜接台74 周邊道路因為工程影響 所以常常發生車多擁塞的情形 因為現在正在施工 道路工程 那一施工一定就塞車 台北也曾經交通黑暗期 就是那個捷運 黃大洲時代那個時候 在施工的時候非常恐怖 我曾經在後火車站 大包小包上車的 然後我說要去永和 拒載 因為很塞啊 這麼慢 回永和就塞 永和太奇怪了 永和的人口密度太高了 綜合永和不是全台灣人口最密度 最高 每平方公里塞4萬人 而且很可疑喔 有時候你這條路走的走的走 4萬人 非常恐怖 永和路你會走走啊 30分鐘以後又回到原點了 他是原型的 永和有中山路 中和也有中山路 然後永和還有中和路 對 中和也有永和路 對啊 然後永和有中和路 剛剛大部分都選台北啦 想不到嘛 結果是台中 所以選A的答錯 請噴 可以上台子 可以上台子 反正麻丁也是因為太熱 所以把褲子撿破嘛 對... 多噴一點 好 台灣交通讓你覺得 不可 最不可思議的地方 是A 人人都像賽車手 B 駕照太好考了 哪是A還是B呢 請舉牌 這個太簡單了吧 馬丁覺得駕照太好考 太好考了 真的 我覺得台北這麼亂 就是因為駕照太好考了 就根本就好像 你是在那種什麼賣片的那種 箱子裡面拿出來 我有駕照了 我可以說 所以如果有人在台灣 三次都考不上那個人是不是笨蛋 真的 有問題 這樣子你就真的不要去馬路 去開車了 沈玉琳 我是錄考都沒過的 真的啊 錄考比那個比四還要考 真的耶 我是比四就沒過了 比四就沒過了 可是台灣真的太好笑了 好 雖然 雖然我自己也是在台灣考了嘛 因為 那你要考過嗎 第一次就考過啊 厲害... 因為在台灣 你根本就是要去一個那種 教訓班嘛 然後在那邊那些題目啊什麼的 他們也都會給你嘛 你要錄考的那個 你就是要學開車 你就是要走他們的那個課程嘛 然後因為那個 他們全部都會給你那個口訣 你看到那個 你現在看那個鏡子嘛 你看到這個柱子 你就要轉一圈半啦 然後我跑了這個 在這邊看到那個你就轉了 他幫你考試 他就是幫你考試 等到考到了 開上馬路發現 怎麼沒那根柱子 對啊 沒錯 因為你就可以 你在那個鏡子上班 你就是背好 撕背這些 你就可以去考 但是這個就很誇張啊 在瑞典 第一個 你要考駕照 要十幾萬台幣喔 要十幾萬 而且我們很多的考試 你要所有的考試之前 你要先收那種 兩個風險的考試 就是關於酒駕跟車貨 然後也是這種 他們就是會讓你在一個 這種都是水跟冰塊的那種 一個場地在那邊開 然後就是讓你體驗到那種 在這種路況 你是完全沒辦法控制 因為那個會打花 對 會打花 然後後面你才去考那些 可是我們台灣又沒有下雪 好 但是下雨 就是很會滑 我們最危險的路段 就是在馬路上了啦 對 然後最重要的就是說 好 你要路考 在瑞典你什麼路考 你就是要去真的馬路上開 而且是郊區 高速公路 市中心 就是所有的這些路 都要去開 那那個考試官 會坐在你的車子上 他會坐在你的車子上 但他不會出生 他要坐那個新手開的車上 高速公路 他冒著生命危險 他不能講話 他為了他被撞死了 對啊 所以才會比較安全 因為你真的就是要去考就行 我看你這樣子 在台灣找不到coach 我跟你講 對啊 他說他為了我們講話 開去水溝裡面 但是你在台灣 你開去水溝 你海是有駕的招 對 扣一分而已 對 扣一分 從來 從來 海進海裡面 才會扣五分 我還是可以 還有機會過 對 也是有道理的 其實我覺得馬力講對了 台灣的駕照是有一個難度 但是是該不難的地方有難度 怎麼說呢 怎麼說 我第一次去考 好 我第一次去考中文 有點看不懂 所以我沒有過 第二次我去考是用英文 英文的文法 中文你也說 看不懂 英文你也說文法怪怪的 對 然後我就跟那個員工講了 結果他拿到那個考試 所有的題目 就是照片 他說你看著照片 跟那個ABC你對 下一次回來 好啊 我說這麼簡單喔 我記得 我那時候沒有過 是因為考到這個 比如說我們通常會考 這個路 你怎麼樣左轉 或是這個 這個信號是什麼意思 你才要怎麼做啊 結果台灣考驕照是 我看到議題說 人家車禍 你該怎麼樣過去救人家 然後怎麼樣敲他的脖子 他才可以好好呼吸 人家糟糕 你怎麼敢過去碰他 你會被告 真的 對 我覺得問題奇妙 怎麼會有這一題 美國考的我覺得很完整耶 比如說美國的學生 我們差不多十五十六歲 可以開始打工 那在我們 我們十五歲就可以考這個駕照 最基礎的 我們考之前給你看 他所有 有發生過的一些 車禍的命案啊 車禍的路況 甚至會給你看影片 你看到人家 已經車禍死掉的影片 先把你嚇壞 看了就不敢考了吧 對 但是 我們高中也都提供 你可以上這門課 你上完之後 一 你可以拿到學分 二 你可以去考駕照 都不用再付什麼東西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